我是魏老爸,一个用检测手段,发现身边看不见的,危害的豪州普通家长,我,Dufy生菌是一种活的微生物,从生产到运输,载到人的肠外中,经受了层层生死考验,最后留在我们身体里的,是活菌,还是尸体,它们还有效果吗? 好,上次从28款中筛选出来了,7款,这次将这,7款实测一下,咱们用数据来说话,我们分两部实验验证,一开封后,活菌数量和包装标志的是否相符? 二喝到肚子里,到肠胃后,还剩多少易生菌活着? 一,产品活菌数量大PK易生菌对温度环境都比较敏感,即使产品没开封,活着的易生菌也会越来越少,如果工艺包装或者运输不好,可能还没吃到肚子里,就死了不少了。 各大品牌易生菌的包装上,动不动就几十亿的添加量,可我们拿到手上还有多少活着呢? 看这里,虽然大多数产品都没有保证,其在保质器内一定有多少活菌,但是检测后发现,这7款产品的易生菌实际数量,都超过了其标称值,甚至远远高于标称值,有两种可能。 这几款产品都比较稳定,或者厂商加了比标称数量多得多的易生菌,看开4号和5号,超过标称值那么多,多加了好几倍的易生菌,看起来像是很良心的产品呢,别急着夸,打脸都来了。 2. 到达肠胃的活菌测试,由于人体较高的温度,以及肠胃的消化液,易生菌很容易死掉,熬过黑夜,才能等待光明。 只有活着到达目的地的易生菌,才能发挥功效,且存活的易生菌越多,效果才会越好。 你们不能用真人做实业,我们只能设计了,体外模拟肠胃消化的实业。 让易生菌们在人体温度下,在人工业和肠业里都待一待,就像某品牌,宣传他们如何筛选菌种的这般,来看看易生菌存活率如何,如果都死了,想当然也就没什么用了。 这结果真是,惊到了,总的来说,是有易生菌活着达到肠胃的,一号,二号的易生菌存活了百分之五十左右,几号存活率接近百分之五十,算是存活了一半,而剩下的存活率简直了,只有百分之一,甚至更夸张的有十万分之一,连头都没有了,就剩更汗毛了吧,最好的和最差的相差了五万倍, 怕不是因为制大或不了肠胃,所以才多加点充数,最终结果比较不错的品牌是,为老爸建议真的需要给宝宝吃易生菌产品吗? 其实母乳中天然存在易生菌,从小母乳喂养,并合理搭配宝宝的饮食,帮助宝宝建立自己的肠大军环境才是最好的,易生菌产品只能是作为这些的补充,它们不是药品,不能用来疾病, 宝宝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腹泻便灭等疾病需要及时就医,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易生菌都能达到肠道,大部分在半路上就死掉了,想要有效时用还是得全顿产品,最后大家猜想这是啥? 我们打算下期测一下,他的笑伙想看得记得文末,我是为老爸,一个用检测手段,发现身边看不见的危害的杭州普通家长 我,如果你想关于我的故事,欢迎的,看完你会觉得相见恨晚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